你好 歡迎收看8月6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陸議會 花蓮新議會建設小組組的重視民眾 用入安全也關心地方各項發展 日前除了集結相關單位到星辰6號道路會堪 也前往青年住宅關心公設使用情形 希望可以挹注資源帶動地方發展 這邊變快速道路 因為有時候要快速道路 然後針對我們軍委來講的話 應該是側門這邊要打通 對 這邊有一個圍牆 它直接變一個我們可以直接進去了 這樣就是雙方接引的情況 新城鄉流後道路 池恩路 設計為機場分流的快速道路 但車輛到了路口 卻要等待90多秒的紅綠燈 有備於原先的設計理念 紅綠燈的時間秒數問題 帶來很大的困擾 所以對他們來走這條路 有做跟沒有做一樣 因為他們從外面進來 必須要走舊路 進來才轉換整個進來 那麼現在既然 建設小組特別來看了嘛 做這個決議希望能夠改善 就是照原本的計畫 就這條是給官社專用道 跟機場專用道 可能會對大家更好 小小朋友在父母的陪伴下 來到泳池細水消暑 但一個下午時間 只能看見稀落人潮 一直以來泳池都沒有發揮作用 那也變雜雜重生亂七八糟 那個也破裂 然後去年就有編了一個預算 500多萬就做泳池 上面加蓋讓大家熱可以那個 然後該修飾的修飾 每年可能要花的兩百多萬 來請這些救生員跟一些服務員 來服務大家 那我希望也藉著這次 零四零三地震 有一些小問題 我們來看缺失來幫忙協助 然後希望更多的人能夠來 我們這邊泳池擁有 讓我們這個能夠收支平衡 花蓮縣議會建設小組 除了重視民眾的用入安全 也關注地方的各項發展 深入地方傾庭需求 移住支援 也提升建設效益 記者 徐立晴 新城鄉報導